女儿,你马上给我转一百万过来 我要给你弟弟买车 这一百万你要赶不给 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听见了吗? 妈,我快要被你的电话轰炸得粉身碎骨了 这已经是这周第三十次你打电话问我要钱了 我真的没有钱 你真是个自私自利 吃里爬外不要脸的白眼狼 你看弟弟多好,又孝顺又有出息 谁像你呀 早知你这么自私 当初就不该把你从垃圾桶里捡回来 你但凡有你弟弟一半出息 我也能多活几年 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觉得我好 无论我怎么努力想要证明给你看 在你心里我永远都是个垃圾 我从小成绩优异 你就说我是抄的 我高考的高分 你又说我肯定是作弊了 就连我考上的985大学在你眼里都是垃圾 还说我这么差劲的人考上的学校能有什么好学校 而弟弟考上的二本在你眼里才是值得炫耀的名校 你儿子那么厉害,那么有出息 考上的学校能差吗? 毕业后,我跟同学一起创业开了公司 你知道后使出浑身解数跟我各种要钱 弟弟毕业了要买房买车 你自己要买金手镯金项链 各种买买买 你也不管我在外面多辛苦 不管我过得多艰难 但凡迟疑 你立刻破口大骂 你们住着我赚钱买的房子 花着我的钱吃喝玩乐 却对我竭力贬低 弟弟一副成功人士的嘴脸 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叫 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对他说 你这么厉害,你别花我的钱啊 可你立刻跳出来对我破口大骂 说弟弟花的钱那都是你给他的 还说着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养我这么多年,连个好房子都住不起 你的辱骂声不堪入耳 绝口不提你给弟弟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更不提若没我的钱 你跟你儿子只能住在老城区的装混桶子楼 呵呵,既然我没用,我没出息 你的儿子才是最有出息的那个,是吧 那我倒要看看吸不到我的血你怎么风光 你的儿子怎么出息 既然他在你心里才是最好的 那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吧 就让我自生自灭吧 没了我这个没出息的人给你丢脸 你和你儿子肯定会过得更好,对吧 女儿咆哮般的发泄完情绪就挂了电话 同时也拉黑了所有跟原生家庭有关人员的联系方法 随后就给中介打电话 重新给自己租了个房子 连滚带爬翻了家 翻完家后,女儿给合伙人打去电话 婷婷,如果我家人打电话给你问我 你就说我已经跟你拆伙走人了 说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我说你早该这样了 你家那位算什么母亲 那分明就是偷佩 那胃口简直要吓死人 结果没过几天 母亲就去公司闹 小丽,你妈真是躲奇葩 今天一早就来公司闹撒泼打滚 幸好你没来公司 她到处骂你不笑 还去各部门举报你 公司门口过个人 她就给人家下跪磕头 让人家劝你孝顺她 给她钱 看来我真的是低估了我妈的本事 我搬了新家 换手机号 拉黑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我妈彻底联系不到我了 小丽,你放心吧 我已经在其他写字楼重新租了办公地点 姐妹实在不好意思了 小丽,我还是小看你妈了 信不信我要不是当吉利顿给公司搬家 她能把电视台的记者找来 要我说你那个家早该离开了 从今以后 咱们姐妹同心 什么难题都能过去 对了 陈浩师兄上午还给我打电话呢 说她有个客户 对咱们的新项目很感兴趣 小丽瞬间感觉忘掉所有烦恼了 没有母亲和弟弟的打扰 公司又蒸蒸日上 小丽的心情也大好了起来 萍萍 我突然发现在拉黑我原生家庭的这段时间 没人跟我要钱 没人指责辱骂 真的太开心了 一下子感觉自己重新活过来了 你的人生啊 原本就该是这样 努力充实又平静才对 我的原生家庭应该正因为我的突然失踪而鸡飞狗跳吧 毕竟他们的提款机没了 是啊 你妈还真的是耐心十足 找各种人的手机给我轰炸电话 不过我都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告诉你妈 我们公司已经破产 至于你的去向不明 你妈想多问两句 直接被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讽刺 你是关心女儿呢 还是关心取款机 关心女儿的话 公司破产 她欠的百万债务 你们就赶紧卖房帮她还了 你妈当然不信 但公司原址确实已经人去楼空 一副兵荒马乱的模样 她还在半信半疑 你弟已经闹上了 我弟怎么了 你弟掏了定金 定了一百万左右的车 可能在我弟眼里 这也就是我妈给我打电话的事 可她万万没想到 我这个提款机居然失联 你弟拿不到钱 买不了车 就找你妈闹 你妈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学问你的下路 婷婷 你不用管她 我倒要看看 她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接下来让女儿 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找不到女儿几眼了 直接给女儿来了个大招 母亲把女儿的师兄 很好给打了 小丽接到师兄电话时 她都快哭了 小丽 你快管管你妈吧 她跑我家来 咬定说 你是我外面养的女人 我老婆这回正在跟我闹呢 把我的脸挠花了不说 正闹着离家出走 什么 你妈来我家闹 还说一定是被我藏起来了 理由是上学的时候 我给你送过花 现在经常给你介绍客户 而且她还问我要五百万 我妈是怎么想的 她怎么有脸跟你要五百万呢 可不 你妈让我给她五百万做彩礼 还说少一分都不行 求你赶紧过来 帮我跟我老婆做个澄清 不然我就看不到 明天的太阳了 抱歉 师兄 我本以为 只要我不让他们找到我 他们就影响不到我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为了钱 我妈竟然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师兄 我马上赶过来 实在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小丽急忙赶到师兄家 家里已经鸡飞狗跳 师兄老婆坐在沙发上骂街 人都打上门来了 你还巴巴巴 你当我好欺负是不是 嫂子 嫂子 你别激动 你听我解释 哎呀 来了 也别说我这个正妻棒打鸳鸯了 自己去倒杯茶来磕头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 彩礼五百万是不可能有 我只能给你五十块 因为你就值这个数 嫂子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也不信 要不我可以跟你去医院做检查 做什么检查检查什么 你的意思是 嫂子上下打量着小丽 沉默了一会 问道 陈浩和你真的没什么吗 我对天发誓 我要和陈浩有什么 就叫我出门 被车撞吃饭 咬自己的舌头 碎尸万段 不得好死 那好端端的被人踹上门 总不能没缘由 小丽羞愧难当 只得将黑名单中的 母亲弟弟的记录 拉出来给她看 嫂子一目十行的 扫完 脸色越来越难看 当今社会还有这样的吗 太过分了 那你妈为什么非要认定 你跟我家陈浩有事 那时候校内有次在修剪绿化 师兄看见修剪下来的枝条上有朵花 就摘了下来 正赶上我经过 他顺手就扔给了我 结果被师兄室友们瞧见了 就一阵起哄 而我妈刚巧要来学校给我办退学 带了个正着 他急忙冲过来薅着我的头发 框框给了我几个耳光 破口大骂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顿辱骂和殴打 令所有人都来不及防 等大家都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被他按在地上打得满脸是血了 但因祸得福的是 这一幕被我班主任看到 那时我妈正舔了心要让我退学回去打工 无论班主任怎么苦口婆心都没用 见我妈下手这么狠 班主任气得要报警 不懂法的我妈恐怕会坐牢 只好松口让我继续读书 我这才得以顺利地读完高中上了大学 但我无论如何没想到 多年后我妈居然还给那时整了个序 嫂子实在对不起 为了证据充分 小丽又找了几张截图出来 这些分别是我妈认 我和我学长 我和我客户 我和我们邻居 我和马路上擦肩过的男人有一腿逼我拿彩礼给他的记录 过分的是起步驾都是五百万起 这时师兄老婆的神情不停变换 看着我的眼里满是同情 我不能这样被动了 我要开始反击 好样的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嫂子 麻烦你帮我化个妆 越憔悴越好 我打算先从我舅舅家开始 我妈这个人这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 之前是为了我舅舅 后来是为了我弟弟 从福地魔到福子魔 我舅舅现在也依旧是我弟之外 他心里最重要的人 就在去年 我妈还逼我拿了二十万赞助我舅舅买车 我打算去把钱要回来 小事一桩 化妆我最在行了 到时再用橄榄油 把头发搓得像一缕一缕的面条 看起来邋遢又颓废 谢了嫂子 后面小丽直接去了舅舅家 舅舅门一开 小丽咬在嘴里血泡 将一口血喷在舅舅身上 舅妈一脸惊恐的看着小丽 小丽 你这是咋了 舅妈 我我 我可能快不行了 小丽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要吓舅妈啊 舅妈 我 我快不行了 小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诊断书递过去 我又不是医生 病了你就该去医院啊 你来我家做什么 你瞧瞧 瞧瞧这一地的血 真是晦气死了 舅妈也是嫌弃小丽 舅妈 我病了 现在我来 我来试 说完 小丽又吐出了一口血 舅妈气得直跺脚 你要死也别死在我家里呀 你哥讨债鬼来祸害我家干嘛 我 我是来要钱的 我现在快死了 没钱质 我是来要你们去年借我的二十万 谁给你借钱了 那二十万是我姐姐给我的 你赶紧走吧 别死在我家里 被舅舅一家人赶出来 小丽一身血污 胡叶叶地哭着往外走 热心的大妈大爷凑过来问 小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要不要紧了 我得了重病 舅舅家欠我钱不还 把我轰了出来 围观人群越来越多 接着一片骂声 走 我们一起去找你舅舅一家 帮你要个说法算了 反正也支不好了 那钱就当我临时孝敬长辈吧 一群大妈大爷们口沫横黑的替小丽打抱不停 小丽回到了省城 王婷开车来接小丽的时候 小丽将事情告诉了她 王婷看着小丽狼狈的样子哭笑不得 这病庄血浆包 诊断证明都是陈浩媳妇弄的 你能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 我确定今天晚上以后 我舅舅一家将臭名远扬 而我妈也会很快知道我病得快死的消息 那张诊断书被我故意留在了我旧家 我太了解我妈了 只要她知道我快死 必定会将我当成烫手山芋 扔得越远越好 也不会再打了我幻彩里的心思 毕竟我一个将死之人 白送都没人要 在我家乡那种城市 陈浩的家庭背景并不简单 只是她向来低调 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 她和她老婆既是门当户对 又是青梅竹马 我妈整的这一出 她怕的不是我妈 怕的是她老婆信了我妈的话 现在她老婆那边危机解除 但凡我妈敢再冒犯她 有的是手段收拾她 而我其实根本无需刻意的去做什么 要我不给她们钱 她们自己就会掉进万丈深渊 结果没多久 母亲没等到转账 果然去报警了 小丽 你妈居然真的去报警 说我非理你什么 警察要证据 你母亲自然没有 可你母亲不依不饶 再让警察来抓我 只可惜警局不是她胡搅蛮缠的地方 在警察劝说无果后 直接告诉她在胡闹 就拘留她 你母亲直接在警局上演了撞墙 寻死死女警衣服 还在男警面前脱衣服等等极端行为 逼迫警方去抓人 直到被强制靠住 她还在乱骂警察包庇我 但这么一闹 就惊动了我的领导 领导本着对老百姓尽职尽责的理念 命人找我问话 我一气之下就一边配合派出所询问 一边通知律师告你妈勒索和诽谤 哎 不得不说 你母亲也是个人才 眼见事态不受她控制就怕了 于是开始装疯卖傻 纵使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这时候也不得不佩服 随便你怎么处置她吧 我已经跟她没有关系了 那我筋高低地弄得进账了 祝你好运好 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陈浩和警察一唱一和 阿姨 你这是不是有精神病啊 上次去我家闹 现在又来警局了 不行 得通知家属送去精神病院鉴定病情 如果属实就得强制治疗 至于这鉴定病情的费用 以及袭警和污蔑无辜人士的责任 就用阿姨的监护人诸伟来承担好 那我现在通知诸伟 你们凭什么找我儿子 我儿子还小呢 他啥也不懂 要找你们找我女儿去 让他来 你女儿得了重病都快要死了 自顾不暇 我找他有用吗 母亲当场就哑然 他看过女儿的诊断书 得知女儿得了不治之症 这时我母亲抓不到我 替他填坑又舍不得儿子 只好认怂 哎呀 警察同志 小陈都是阿姨 一时糊涂弄错了 你们就放我走吧 这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诬告他人 拘留15天 并赔偿陈好5万元 这5万块是弟弟送过去的 出了派出所后 陈浩联系了小丽 小丽 事情搞定了 不过我看你那弟弟是在作死啊 我弟又怎么了 女弟开了辆大奔过来交的罚金 我将车牌号拍了下来 发给朋友查了 发现这车已经在女弟的名下 刚过的户 我弟一个无业游民 他哪来的钱 我妈手里最多也就40多万 我们这几年从我手里前前后后 要走了近400万元 这400万让他们也花得差不多了 全款买了一套房和装修家电 加上我弟之前买了辆车 还有我旧家的 他们基本负担不起这么好的车 谢谢师兄给你添麻烦了 别客气 这事你也是身不由己 公司业务越来越好 不到半年 小丽和王婷就都买了房 看吧 我就说 你是要离你妈远点 你的好日子就会来的 就在小丽春风得意的时候 母亲又出了腰额子 什么 你妈居然收了别人30万定金 把你卖了 是啊 我也是才知道 我弟弟买的那辆二手大奔 竟然是借的钱买的 好车开起来爽 但利息飙升的数字看着更爽 没几个月就滚到了100多万 我弟自然没钱 还拆东墙补西墙 几个月后 讨债人上了门 我妈这才知道 我弟居然造下这么大一个坑 眼见着房和车不保 借钱又借不到 我妈着急了 又把主意打到我的头上 可你妈不是知道你生重病了吗 我生了重病有什么关系 正常人不要 不正常的人要啊 也不知道我妈在哪找的野鹿子 还真被她找到了买家 一个刚拆迁有点钱 但得了癌症的老光棍 想要娶我冲喜生子 说是先给30万定金 结婚当天再给20万 等我怀孕了再给30万 我妈还跟那人拍胸脯 保证一个月内 她绑也要把我绑过去结婚 如今她正满世界找我 还去派出所报警 说我得了绝症 生死不知 她担心我 还请警察帮忙找我 她是你妈吗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母亲 我也不知道是惊还是气 整个人抖得站不住脚 真不愧是我妈 果真打的是好主意啊 老光棍有钱 死后她的钱就是我的 我也命不久矣 四舍五入 等于老光棍的钱以后 就都是我妈的钱了 好算盘啊 真不愧是好算盘 这一瞬间 我心里的最后一根 关于血缘的弦彻底崩断了 在今天之前 我还想着 我只要不给他们钱 就是最大的报复 坏人自有天收 可此时此刻 深藏在我心底里多年的恨 突然喷涌而出 我很想问问 我妈是不是是个女儿 就食恶不赦 低人一等 不用把我当人看了 儿子身上多一堆肉 真就那么金贵吗 可她的儿子金贵 她自己宝贝就好了 凭什么拿我给她填坑 她生我养我一场 我已经还了她四百万 我欠她的 我还得干干净净 她却要榨干我最后的血肉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让她知道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占便宜没够的事 让警方在核实我安全无恙后 阿姨 我们已经核实过 朱晓丽女士没有失踪 人是安全的 至于她为什么不跟你联系 这个需要你跟她多通 你身为母亲 还是要多关心自己的女儿 我是她母亲 我有权利知道我女儿的下落 我女儿到底在哪里 抱歉 她是守法公民 在她安全位被胁迫的情况下 就算是警察也不能停摆调查她 更不能擅自将她的行踪告诉别人 哪怕你是她的母亲 有了被拘留的教训 母亲不敢在警察局撒野 只好离开 你妈的钱已经被还了债 一个月内她交不了 你那个老光棍肯定不会放过她 老光棍之前 可是当地出了名的混子 得了病后 更是愤世嫉俗恨天怨的 这种性格的人 怎么可能是你妈能对付得了的 你得想个自保的办法 小丽给舅妈打了个电话 要论贪恋心黑 舅妈远在母亲之上 而舅舅又是七管言 可以说这些年 舅舅那边的妖蛾子 基本上都是舅妈指挥舅妈 我妈找了个对象 收了三十万彩礼 嫁过去后还能再收到五十万 你说什么 简直痴人说梦 就你妈那个样子 还三十万彩礼三十块都没人要她 舅妈没想到我妈连你们都瞒着 哎 真没想到我妈为了我弟 居然连你们都防着 往日她对你们多好啊 我妈防着我就算了 你跟我舅那可是她的娘家人 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小丽神清气爽了 对王婷说道 在我妈心里 她替她儿子都是她的命根子 可我现在就要让她看看她最在乎的这两个男人 是怎么把她拖进万丈深渊的 小丽 你是从哪里得知的 说来话长 我弟有个狐朋是陈浩老婆的拐脚亲 陈浩老婆让那拐脚亲送了只宠物狗给我弟 又以养狗的人家都会安装监控为由 送了我弟一个监控 那些狐朋的朋友圈不是逗狗的 就是养猫 我弟虽然对狗猫不感兴趣 但狐朋们都有的东西他都来者不拒 在那狐朋的一般操作上 我的手机连上了家里的监控 监控设备不但高清 录音还很清晰 你要不要来看看 小丽调出监控画面 里面出现了母亲和弟弟叫嚣的声音 那个臭女人到底死哪去了 就剩半个月了 我没钱还 他们会剁了我的手的 宝贝儿子 别慌别慌 我就不信 那死丫头能躲上天去 回头我就找那老头商量 让他先借五十万给你还债 你也先忍忍 等到老头死了 他的钱就是你的了 真的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淡定淡定 我还真的第一次知道 他们母子竟然这么天真 是啊 那个老光棍在我妈面前 一副财大气粗 身价千万的样子 实际上拆千款不到百万 到处胡吃海喝 加上治病 加上给我妈三十万 到现在顶破天也就二十万左右 什么结婚后再给二十万三十万的 根本就是套路 那就是说老光棍和你妈就是同类人 你妈盯着她的钱 而她想骗你妈的女儿 彼此都觉得自己是好算计 这时监控中突然出现了 舅舅舅妈的身影 原来舅舅舅妈大晚就去了诸家 舅妈进门就笑 姐 你这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天好 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那门清事我看着就很好 弟妹你都知道了 能不知道吗 你是真不拿我当娘嫁人了 这么大的事都不说 这不是那死丫头还没找到吗 我寻思 等找到了她 日子定下来再通知你们 姐 你要嫁人 找那个病秧子干啥 网月也没见你把她当回事了 这会装给谁看 那死丫头 把我搞猛了 这咋回事 不是说你要嫁人吗 还收了三十万订金 谁说是我呀 是那死丫头 母亲将把卖给那老光棍的事 说了一遍 要不这样 我哪有钱给债主还债呀 我的命好苦啊 一个小时候舅舅舅妈离开了猪家 一出门 舅妈就给小丽打来电话 你个死丫头 你不是说你妈要嫁人吗 怎么你妈却说的是 那个小丽 你身体还好吗 啥时候回来呀 我妈说啥了 她是不是说不是她嫁 我妈就是为了我弟 真是连你们都防着了 我家救我和她两个女人 不是她 难道是我 我都快死了 谁要一个死人呀 就我现在这样 我妈敢把我嫁给谁 谁会去做这个冤大头 拿八十万找个快死的人啊 下一秒 手机里传来舅妈 对舅舅咆哮的声音 你姐是拿咱俩到二百五吗 这个病泱泱 八十块都没人要吧 还先给三十万 后给五十万 这话谁信啊 小丽再次叮嘱了舅妈 不要把小丽的手机号码 给母亲就满意的挂了电话 一周后 陈浩那边打来电话 小丽 老光棍家那边 已经安排妥当了 你就坐等看好戏吧 师兄 还是你厉害 就这样 转眼时间 就到了母亲和老光棍约定的最后期限 这期间的老光棍 一再催促你妈妈叫人 并威胁若最后期限还看不到你 他就让你弟好看 这老光棍并不傻 只打我妈的七寸是我弟 是啊 你妈急得上蹿下跳 那盒就是找不到你 急也没用 好些还在好头呢 姐 这是你弟妹给你炖的人生鸽子汤 赶紧趁热喝 好好补补 哎呀 我真是个苦命的人 还是你好 不像我那个死丫头 就是个白眼狼 视频里 提那个不要脸的干嘛呢 妈 你快点喝吧 你先喝吧 给你喝的你就喝 我不喝 好好 我喝 我喝就是了 那一碗汤 在母亲满脸的幸福中 进了她的肚子 放下勺子 她抬起头 就见舅舅 舅妈还有诸伟都看着她 笑得一脸古怪 你 你们 哎呀 话音未落 她身上往前一扑 扑通栽倒 舅妈便让舅舅和诸伟 将母亲抱进屋 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 搞定了 你们进来吧 几分钟后 进来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直接进屋 把妈妈扛起就走 看着监控 小力不仅和王婷感叹 纵然我心中有恨 也忍不住悲凉啊 也不知我妈醒来后 发现被自己被看中的亲弟弟 和亲儿子算计 她会是什么心情 哎 这一切都是她舅游自取 我太清楚 我舅舅舅妈的为人了 他们近年来 在我妈身上捞不到游说 而心中有怨 所以故意告诉舅妈 我妈要嫁人 收的彩礼还挺高 彼时我妈 正为了我弟那笔巨款 跟我舅张口借钱 听了这个消息 我就和舅妈立刻怒了 找到了有钱男人 一入账就是三十万 还跟他们借钱 他们觉得 我妈分明是想把之前 给他们的钱都要回去 舅舅舅妈当晚就去找我妈 谁知我妈却矢口否认 是她自己要嫁 面对我妈的说辞 她将信将疑 所以舅妈遵守了 她对我的承诺 没有把我的手机号告诉我妈 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提醒他们 就我这样 病得快死个人了 根本瞒不过任何人 哪有人会再看了 我这副垂死模样 婚后还肯给五十万呢 我绕这么大一圈子 是因为我太了解 他们的品性 如果我一上来 就告诉他们 我妈要卖的人是我 那么我后面所有的话 他们都会认定 我是别有用心 再等他们自己去慢慢了解 而我只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们意识到 卖我这个计划 其实很不靠谱 他们为了钱 必定会想着 怎么才能更周全 而这个时候 老光棍那两个侄子 就会在陈浩的安排下出场 那两侄子 本来还美滋滋的 等着老光棍死后 继承他的遗产 谁知道这老光棍 大半截都进棺材了 居然还想要娶妻生子 真要是让他结婚 有老婆孩子了 他死后 他的财产还有他们什么事 所以陈浩安排了 接近他们的人 只稍微一挑拨 他们就决定 破坏掉这门亲事 但陈浩的人告诉他们 没了我还有别人 所以与其整天费心思 阻止老光棍结婚 不如给他找个年纪 相当不能生孩子的 甭管老光棍乐意不乐意 只要生米煮成 熟饭 他不乐意也得乐意 这一番指点 让那两个侄子 顿时啼湖灌顶 于是两人就来找我 就一番互相试探后 双方一拍即合 两个侄子出五万 让我就帮忙 把新娘子变成我妈 如此一来 我就有钱拿 那两侄子不用担心 有人跟他们抢一产 而我弟则不用担心 交不出人老光棍来要回钱 一箭三雕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幕 我妈直接迷晕 而老光棍那边那俩 侄子只说怕女孩子不乐意 所以让她一切从简 直接关灯进屋 把生米煮成熟饭 其实对于这个结果 我预想过 亲手设计自己的亲妈进火坑 畜生不如 可我听到监控中 我亲妈却一遍一遍地 跟我弟计划着 怎么喝我的血 吃我的肉 我就觉得我还是做畜生吧 小丽 你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之身而已 你也只是把他给你妈的坑 还给他而已 是啊 即便是我死后 近十八层地狱油煎火煮 我也不后悔收拾了我妈 我虽然恨我这个妈 但我更恨我弟 我弟弟我妈 如此设计压榨 我都是为了他 而我弟心安理得地 享受着我妈 从我身上压榨来的钱 毫无感恩 还贪得无厌 只嫌不够 发展到最后 他变成直接指挥 命令我妈来找我要 所以我不会放过他 但对付他就简单多了 妈妈前脚被带走 催债的人后脚就上门了 买车的那笔债已经滚利滚 到两百多万了 催债的人拿出文件 要直接收房 诸位贵地哀求 痛苦流气 大哥大哥 我马上就要有钱了 求求你们再宽限我一个星期好啊 那你把这几份文件签完 诸位一看文件 大叫起来 什么一周后不还完 车和房子都归你们 你们怎么不去抢 我这房子就快两百万了 车子也八十万 我只是借了你们八十而已啊 诸位话没说完 就挨了狠狠的一个耳光 欠钱不还 嘴还挺硬啊 不为了赚你这点利息 谁借钱给你啊 你当老子是慈善家 要么现在还钱 要么谢你两条腿 你自己选 好好好 我签 我现在就签 隔天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老光棍 和妈妈扭打在一起 这时 舅舅舅妈出来配合那俩侄子 唱双簧了 我妈看到舅舅舅妈 顿时想起的那碗 让他感到幸福的人生鸽子汤 是你 是你害我 你在汤里放了什么 那可不是我的主意 那要是你亲儿子亲自去买的 不不不可能 我儿子那么乖 那么孝顺 他怎么能 你不信就自己看 舅妈掉出手机里偷拍的视频 里面清清楚楚的 录着周围跟舅舅商量 怎么给妈妈下药 母亲身子一黄 爹坐在地 她瞪大了眼看着舅舅 满眼都是不敢自信 没过多久 要债的又来了 就这样 朱伟的车没了 房子也没了 小丽他们一无所有了 你这个时候不会心软吧 我为何要心软 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下场 是他们之前作孽 一切只是自作自受 怪不得别人 对于我妈 在法律上我对她有赡养责任 所以以后我会每个月 给她打生活费 等她失去生活能力 我会送她进养老院 全剧中 大家对这个结局满意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我会帮助你 我会帮助你